除了二十九加一再一次演出之外 其實金像獎中也有很多提名 有七項提名 其實當初自己知道有這麼多項提名的時候 你第一個反應是怎樣的 誰說你是知道的 我當時是化妝 我們準備要拍雜誌的訪問 其實我們一起開電話 看直播 白痴和黃遠之公佈 我就馬上知道了 當時的感受呢? 坦白說 新進導演其實自己也覺得有機會入圍 如果不入圍 那一刻可能會有點失望 但有其他獎是每一個都會上尖叫 最佳導演 這個簡直是 公佈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化妝 我只是想聽聽 有誰入圍 我聽到自己的名字 我第一時間聽到我身邊的人 他們尖叫 然後我還記得我的化妝師是在我的臉上 他不斷打我 然後跟我說 你冷靜點 你冷靜點 其實我也挺冷靜 是身邊的人很不冷靜 我看到他一直打我的粉 他的眼睛已經充滿了淚水 但因為我們其實當天很趕 所以我們只是發妝 所以開心的時間很短 現在我們會說 如果要不入圍 就感覺到你一陣子 就能隨著 現在我們給你一陣子 都會猜對